來 坐車吧 調皇司機站在火車站田大聲拉課 有的跳表計算 有的喊價再課規則混亂 有民眾就投訴司機亂喊價 連排班的司機也都不跳表 聚在短程 讓他超氣憤 實際情況到底是怎麼樣 記者帶你實際走一趟 到SOGO怎麼算 SOGO就是100塊 不是用跳表嗎 跳表 我先跟你壓表 很多就是100塊而已 想從火車站到距離1.5公里外的白貨 上車就直接喊價 不論路線是否順暢 價格都是固定100元 換掉按表計算實際搭一趟 按表計算可能因為塞車 或者等待紅綠燈 會有不同的價格 實際做起來是115元 反而比喊價還貴 沒有沒有 全部大部分 大部分都是在跳表 司機說的肯定沒有喊價情況 但實際直擊卻有完全不同 有喊價的嗎 喊價大致外勞 外勞不跳表 跳不跳客人 喊不喊價 有司機就私下透露 如果女生一個人帶著大包小包行李 到某個指定地址 看起來是外地人的模樣 就會直接喊價 價格可能就會有高有低 但如果沒有行李 很明確指定要去學校或百貨公司 一副是在地人的樣子 就會直接用跳表的方式 小黃司機不跳表直接喊價這樣合法嗎 中里火車站前小黃司機喊價又跳表 民眾氣氛投訴 雖然時機測試後跳表比較貴 喊價比較便宜 但計價方式規則不一 也讓民眾一頭霧水 記者林中正 楊雅玲投雲報導